2011年代,蝕蝠和比赛,手机会议会。 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1011年代,蝕蝠和比赛。 好,来吧。 开心。 演神葬这个人物啊, 还是有一段波折的, 因为当时答应了另外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题材的戏 而且是正好恰访我婚礼前夕 要剃头发 而且要演大唐玄奘这样子一个 非常伟大的历史人物 我妈妈说 你一定要演这个戏 你很像这个人物 一直以来的 对一些事情和梦想的坚持 跟这个人物还是有点像的 整个拍戏的过程中 也是一种修行 我后来结婚用的是假发 下去之后 这边有一片白吧 对对对 沿着这个白的这个边 反而往那边走 黄耀明航他身上 就是他的特质 第一比较执着 第二有点傻 我说什么叫傻 就是单纯 用单纯本身 你才能做成这事 否则你肯定就是半途而废 能够去真正的 全是这样一个角色 是一个演员 特别难得的机会 好 回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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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跟导演要求说 我在上面里 希望有一些 可以从沙漠上滚下来的那种 找水啊 迷茫这样子的戏 没办法 这个戏来了就是做好吃苦的准备 然后我们在沙子里就是一直跟马 跟风沙抗争 因为那马我不能骑 在这戏里边 要不就是我牵着马走 要不就是马牵着我走 然后躺在这个沙漠上 被沙子埋 那会时候风沙大到真的是 你随便放一个什么东西 他都直接就冲着你脸 就直接扑过来 贴了脸还也不动的那样子 我觉得他很投入 他也在理解这个人物 玄奘在历史的描述上也是一个高大而幼 是英俊的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小明很合适这个人物 直升机航拍 航拍呢 就是周围不能有工作人员 那背楼呢 特别特别沉 那背楼大概得有个五六十斤沉吧 基本上这部戏 我从头背到尾 那个背楼 每两三天要转一次景 一次景就要四个小时 最长一次转景要十个小时 因为每次都是在很偏远的地方 但是很美的地方 你小心啊 没事没事 他不知道这都是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戏 把玄奘大师走过的路 的一些个关键的点 我们都走过了 到今天为止 我们现在人 再去走这种路 都觉得非常的艰辛 更何况那个时候的玄奘大师 是靠独自一个人 可能没有所谓的妖魔鬼怪 但是一定是路上有很多的 好人坏人 有很多的崎岖坎坷 沙漠 山路野兽 风霜雪雨 经历了很多的国家 包括这些国家有战争 让玄奘大师 也处在很多的危机当中 但是一次次的危机 都已经通过他的才华 去把它一一的平复下来 然后最终走到天主国 取得了真经回来 那么包括他在取经的过程中 他学会了梵文 学会了制唐术 很多很多的东西 印度的东西 把它带回到中土大唐 来来回回应用用了19年 也就是说 你明明知道 你的这个前辈 你所做的这个事情 面对死亡的可能性是99% 你会这么去选择去做吗 这一件多么可大了 一瞬间就没自觉了 我们都做不到像玄奘大师这个样子 但他的这个精神 是我们可以一直学习下去的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还原历史 还原真正的玄奘大师 展现给大家看 好了 开始吧 从尼电 同样地小物 馨 您 选使